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22日星期五 亚太时间是4月23日星期六 俄罗斯中央军区副指挥官鲁斯塔姆·明涅凯耶夫22日宣布 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二阶段目标是全面控制乌南和乌东顿巴斯地区 与此同时英国宣布少数乌克兰部队在英国接受训练 美国印太地区协调员坎贝尔22日抵达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 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尼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大使馆在声明中表示 坎贝尔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在过去的两天中 与邻国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尼亚讨论了中共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协议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21日将理想汽车、瑞幸咖啡和贝壳找房等 17家中国企业列入有退市风险的暂定名单 这是今年3月以来第5批被纳入到名单的中概股 这些中企申辩证据提交截止日期是5月12日 法国南戴尔法庭22日对雷诺日产前总裁戈恩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法刑车报道 戈恩案主要是涉及滥用公司资产和洗钱 现年68岁的戈恩原定在东京接受金融独职罪的审判 但是2019年底他从日本逃出 一直住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20日上海复旦大学在驴域市门口安装监控引发混乱后 传闻警察切断了校内的网络并使用了催泪瓦斯 随后又有传闻称中共御用学者张维为被一位青年教师打了 21日的最新消息传出 复旦校园骚乱惊动了中南海 将其定性为六四后最大的学生运动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西化的上海开始了九大攻坚行动 升级封城措施 无阳小区也继续掩控 这番折腾的背后不仅涉及到几十万独居孤老的生存 网友还无意发现了一个秘密 意外曝光了巨大的利益黑洞 上海卫健委今天公布 过去24小时新增阳性病例是17,629例 比前一天减少了4.7% 目前上海在本次疫情当中的累计病例是44万3,500多宗 同报说昨天的有症状病例是1,931例 比前一天更是大幅度下降 下降幅度高达26.7% 这是3月1日以来最大的单日降幅 同时又有26,256人被从方舱隔离点释放 这时释放的总数达到了大约18万6千人 占本轮疫情感染人数的42% 另外 当局连续第五天通报了死亡病例 昨天是新增了11人死亡 这是本轮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单日增幅 使死亡总数达到了36宗 此外 上海当局还表示 现在有160例病患属于重症 其中24人情况危急 通报中显示11位死者的平均年龄是84.2岁 两位最大的年龄是94岁 当局仍然将死亡的原因归答为是 基础疾病所致 看到通报的死亡数字 我又查了一下上海疫情试者名单 早上7点左右 这份网民自发揭续补充的名单中显示 已经至少有194位离世 但这还不是完全统计 相信还有没有收录进来的离世人员 其实仅就这194位离世者当中 就已经被当局给隐藏了158总 对外公布的只占死亡人数的 大约18.5% 也就是说 死了100个人 他只能通报18.5个人 其他死者连数字都不是 而在这份名单之外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没有死于新冠 却因新冠而死 如果以官方通报的 36例死亡病例来计算的话 近2600万人口的上海 疫情封控造成的死亡率 大约是0.008% 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地区 即便是以民间通报的194例死亡病例来计算 死亡率也仅仅是0.04% 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美联社引述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专家张作峰指出 中共当局只计算那些 直接死于新冠病毒的人 这是中共在疫情爆发以来的 一贯做法混淆了真实死亡人数 上海卫健委今天通报说 上海疫情正在好转 但仍然在习近平和孙春兰的指示下 即日开展九大攻坚行动 力争早日清零 根据通报 这个九大行动分别是 社区管控 检测筛查 留掉排查 转运隔离 腾患扩容 中医药干预 清洁消毒 把点和防外溢 上海防控办表示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 封控区严格实施 足不出户 管控区人不出小区 防范区严禁聚集和流动到封控管控区 对居家隔离 安装门瓷限制外出 对于检测筛查 要求封控区是每天核酸一次 管控区采用三天抗原加两天核酸的组合方式 防范区采用的是四天抗原加一天核酸的组合方式 对快递 外卖小哥等等 每天要检测三次 一次核酸加两次抗原检测 另外 上海当局还特别提到了一种情况 有的小区已经14天没有阳性病例 但仍然没有调整管控措施 对此 上海当局要求提及管理 就是说 防范区尽管已经连续14天无阳 但仍然要强化社会面管控 按照管控区管理 从这个新规定来看 上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加紧折腾 管控不但没有放松 反而是封城措施更严了 不达到当局要求的社会面清零 封城就不会解除 一句话 直到把人给折腾死拉倒 至于之前承诺的所谓三区划分管控 就是给普通百姓画的一张大饼 让人们心理上有一个盼头 但实际上是一个肥皂炮 当局对此有个解释 声称考虑到目前上海疫情仍在高位 不同区域之间 特别是中心城区和郊区间的人口密度 和聚集性风险不同 对于毗邻地区可能产生聚集性风险等等 并且表示是暂时的 随着形势向好会相应及时调整 我相信封城是暂时的 不可能永远封禁下去 但是这个暂时究竟是多久呢 前面承诺14天无阳就放松管控 现在不仅不放松 反而又升级管控 你们还要欺骗多久呢 他们的嘴还是个嘴吗 每多封控一天就有更多的次生灾害发生 就有更多的生命逝去 中共这个魔鬼究竟要害死多少人呢 上海人 全中国的同胞们 什么时候站起来呢 昨天有网友晒出一段视频 在闽杭区银都路的一个重点封控小区 被封控在铁门里边的人们 发疯一样的晃动铁栅栏门 并且大声呼喊 放我们出去 哀好我们要吃的 这种悲惨的场景 少有同情心的人都会感到心痛 但是视频中可以看到那个白无常 就站在铁门外的不远处 平静的欣赏着人们的急迫行动 同时他还用手机静静的拍摄 似乎眼前这一幕跟他没什么关系 网友没有更多的说明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到 长期被封控 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 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会非常烦躁 特别是在缺冬少息 没吃没喝这种情况下 有几个人会静静的等死呢 这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反抗 还是正常人吗 今天终于有官媒对上海的些微情况 做了一点报道 坐落在上海金沙江路和早阳路交口的 华东师范大学二村 是华师大的教职工楼 这个27栋公寓楼的小区里 310户居民当中 现在仍然有100多户 华师大在职和离退休教职工 其中很多是上了年纪的老教授 4月12号 这个小区居民的求助信 开始在网上流传了 从4月1号封控以后 小区内只送过一次物资 不少独居老人 缺吃少喝生活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引述 小区志愿者陈东的说法 自己隔壁一对80多岁的夫妻 食物已经严重短缺 仅够两三天 而老人中风后的常用药 已经从每天三次减少到了两次 40岁的陈东介绍 像这对夫妻这样的老年人 华师大二村占了八成 他们既不会上网抢菜 也没有应对刷屏团购接龙 自救能力非常差 根据官方统计 截止到2020年底 上海的独居老人有三十万五千二百多人 其中古老是两万两千六百多人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 对部分独居老人的现状和困难统计发现 都面临着信息壁垒 大多数在物资和医疗上已经遇到的困境 这是中共官媒的报道 我们相信肯定在说法上 他会要照顾到党的颜面 说得很委婉 在这个困境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悲惨呢 张秀文是长行医院肿瘤科的医生 从3月27号至今 他一直都在医院 北京青年报引述他的说法 有一天 我的手机接到了五十多个电话 都是向他求助咨询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 有些是在他那里治疗过的肿瘤患者 但是因为风控等原因 张秀文只能给他们提供一些 居家的健康指导 他说 那一天我哭了 我多希望这些患者能够来到医院 让我当面帮助他们 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先生 是癌症晚期 听力很差 跟他沟通需要用很大的声音讲话 老先生和妻子几十年没有分开过 这次因为风控的原因 老伴没办法到医院来陪护 那几天老人的情绪非常差 不爱搭理医护人员 甚至还出现了用头磕床这样的自残倾向 通过不断努力 老人的老伴在符合防疫要求的情况下 来到了医院 穿着防护服来到了老人的病床前 张秀文说 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 没说什么话 就是流着眼泪紧紧的抱在一起 今天早上 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给我发邮件 谈了他的父母的一点情况 这位网友表示 以前他是在体制内工作 但是学会了翻墙以后 慢慢的醒了 这位朋友表示 他本人所在的小区 已经封了20多天了 而住在浦东的父母所在的小区 已经封控了近40天 每天都是足不出户 过着监狱一样的生活 疫情封控 使许多老年人和长期疾病患者 不能到医院配药 虽然当局4月17号 说是出台了健康云配药的系统 但是当天点了近4个小时 才算下单完成 不仅如此 已经审核过了的线上处方 至今还没有发药 一直显示备货中 这位朋友的母亲患有重度忧郁症 没办法 她还是通过在浦东药房工作的朋友 才买到药物 但是呢 闪送费 已经是300元起跳了 网友说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烂党 会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位朋友看到的烂党 还只是小小的一个局部 还有更多的地方 她是没有看到的 今天还有一位网友 转给我一段视频和几张网络截图 某个小区的局委 用业主的信息偷偷注册了志愿者 赚取黑心钱 今天是2022年的4月21号 我本人现在在上海 因为有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小区群里面 之前是有一次捐款 就是号召大家捐款 大家也基本上都捐了 然后捐总额是多少 和捐款使用的城 使用的一些渠道 我们都不知道 也没有人公示 今天就往那个邻居嘛 在群里面问 说你们这个捐款的总额是多少 捐款金额 捐款公示一下 结果他们就恼羞成怒了 直接把那个 我们小区的群就解散了 那好吧 我们几个人又开始 拉了一个群 这个群现在属于 可以自由交流的群 在一个群里面呢 今天又发现了一个 另外一个震惊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叫 上海自愿者的一个公众号 一个小程序 这个人呢 他之前在这个公众号上 查询过之后 发现自己被别人 莫名其妙注册的 他用他的身份证信息 查询了之后 查询以后 发现被注册以后呢 他就上去 录了一下 就找回了一些 用户密码登录过 登录过之后 发现他有很长的服务时长 他自己本人 其实根本没有参加过 这个什么项目 他现在的那个 志愿者服务的里面呢 有什么垃圾 引导员 治安巡卓队 什么志愿者服务之类的 其实他完全都没有 做过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这个 他当志愿者 是有钱拿还是怎么样 我用我的随分证和名字进去 我发现也被注册了 但是我比较倒霉啊 因为我当时登录了以后呢 选择找回用户名 刷了脸以后呢 说 说我不是实名的 是否要求实名 我说实名 实名了之后呢 就不行了 手机连络员邮箱 都不是我的 知道吧 然后我上去了以后 我根本就上不去 我现在状态上不去 别人上去了 看到邮箱 是别人的邮箱 地址是别人的地址 然后在小区 小区群里 已经吵成一变 我们这个群 一共只有两百多个人 现在已经说 有九十几个人 被人家注册过了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有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我现在也不方便 发截图啊 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 上上海资源者协会 去查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发给我的朋友了 我朋友自己也被 他也被他之前的物业注册过了 他是一个宝妈 还让他去跟垃圾分类 和巡逻来 这个事情 到底有没有人管 滥用这个别人的 身份证信息的事情啊 反正就是这样 那大家帮忙转一转 谢谢 小区居民被人注册成 志愿者 但本人却一无所知 显然这里面有鬼啊 不用问也能知道 这个鬼表面上 是出在了街道和局委这里 但实际他们的背后 一定还有更大的鬼 街道局委掌握着 业主的个人信息 偷偷的注册了志愿者 这里面一定有利益关系 因为志愿者是有工资和补贴的 而且数目并不小 所以你们你们这些人统一 我现在是外潮三百岛 内潮四百岛 没有加班的医生 来买的 来买的水去干净吧 对 来买的外线 一个十百 所以说 你们现在先组织起来 五百是肯定没有的 就是三百 三百不愿意做的 把你们组织起来 好啊 统一咱们 那边 荣洋方丈 愿意愿意领这份工资的 为你们上班的工资 谁都听话 要不然不来你们就爱 哈喽大家好 我就是发私评的人 我们来到这里 已经好几天了 说要去那个方昌医院 做那个保洁 做志愿者的保洁和保安 来的时候是跟我们说 做外场的 现在又告诉我们 做内场 一天十几个小时 我们现在不想干 说做内场 我们不想干 想回家 回不去 那天打了报警电话 和1235都没用的 我们被困在这里 已经困了好几天了 走也走不掉 回家也回不去的 所以根本没办法 中介还两头收费用 好了 刚才大家听到了 春绿王不可思这位 刚才说给志愿者的工资 是每天300元 但是当初的合同上 可不是这么写的呀 合同上面 清清楚楚的写明了 给志愿者的工资 应该是每天税前400元 培训期间 每天200元 工作结束后 在上海隔离14天 每天补贴300元 回家以后 居家隔离7天 每天补贴100元 如果我在工作过程中 染了病 那么每天的补贴 是150元 大家听到了吗 当初合同上写的是 明明是每天 税前400元 我相信这已经是 被层腾扒皮后的数字了 但是结算的时候 只给300元 又被卡走了100 不想干还都不行 不让回家 不过这个在方舱医院的 志愿者们 还拿到了这么一点钱 而这些小区的业主们 被偷偷注册成了志愿者 却一分钱都拿不到 这些钱都去了哪了呢 街道局委 是不是得说清楚呢 再有大家想想 自己实名登陆却上不去 刷脸都不行 这背后反映着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街道局委跟上面有沟呢 是不是这些人沆瀣一气 在赚黑心钱呢 一个小区里面 被他们冒名注册了多少志愿者呢 这笔款项究竟有多大呢 请大家注意 这不是一个小区的问题 很可能是上海的普遍现象 那么这个普遍现象的背后 究竟又有多大的利益黑洞呢 这仅仅是被人们发现的 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相信一定还有 没有人们发现的黑幕 在魔都上海 人们看不见的黑幕 究竟是什么样的 再跟大家说一个是 上海这次疫情 各个区都在拼命的转运隔离 前面有一期节目 我们透露了一对夫妻 在公立医院检测 是呈现阴性 手里面有报告 但是白无常按照 疾控中心的要求 非要拉他们走去隔离 白无常甚至放话 我说你养就养 无论如何 都要把这对夫妻 给拉走隔离 当时我们只是觉得 这件事太荒谬了 气愤当局的一刀切 非要把人家给拉走隔离 但是看过下面这张图 大家应该会明白 为什么当局 非要把人们给隔离了 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黑洞 网上流传一张聊天对话截图 其中一个人这么表示 说我们要到五四了 明天还要核酸 到二十六号 我分析 这个可能说的是 要封控到五月四号 四月二十六号之前都得做核酸 这个人随即说 做餐饮的老板跟我说 上面人找他 做方舱四万人核饭一天 这个领导一核饭 抽成二十元 四万人一天就八十万 一个月可以赚两千四百万 首先说我不确定 这个消息的真假 我没有赚过这么多的钱 我也更不知道赚钱会这么容易 但是有一位网友 在下面跟帖表示 现在一线城市 一盒饭至少二十元 外卖没优惠 加派送费 最便宜也要二十以上了 而且上海一区 高价饭一顿 能低于二十吗 所以一盒饭若二十五元 抽成二十元 一天赚那么多 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中国民间有句话 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疫情对许许多多人来说 是一场灾难 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 这是大发横财的机会 他们在借助这个疫情 横针爆脸财源滚滚 真的是日进斗金 在这么大的利益诱惑下 那当然是隔离人数越多越好 这个领导在四万人身上 就能捞到这么多 现在整个上海的感染人数 是44万多 还有很多密接次密接的人员 也在隔离 这个庞大的人群背后 可都是钱 那么大家想想 上海什么时候能够清零 如果不清零 中共的大小官员们会解封吗 我看到上海知名律师斯伟江 在批评中共的疾控中心 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说他作为中共的智囊 要有科学精神 不应该误导决策 我不知道斯伟江的批评 是不是会起到什么作用 但我很怀疑 科学精神在中共的官员眼中 值几个钱呢 严密封城 大规模的隔离 那才能创造出巨大体量的财富 今天有不少网友表示 说定居上海的台湾演员李力群 昨天晚上发了个视频 吐槽社区志愿者送的冰冻鸭 害得他闹肚子 半夜起来上了十几次厕所 我去李力群的微博上看了 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视频 只看到他说涉及造谣诽谤 要求网友删帖 我这里不想说李力群 是不是真的发过这样的消息 但我看过他在封城之初的一个视频 他当时的确说过 某小区缺乏物资 孩子已经在饿肚子了 现在这个帖子已经被删除了 我们不去纠缠他昨天 是不是发过帖子了 中共官媒对上海 发放问题食品的情况 已经有报道了 环球时报报道说 有很多上海市民在投诉 当局发的食品有很多问题 有的食品过期 有的是仿冒品牌 有的生产日期造假等等 一位浦东康乔镇的居民反映 在收到的保公布资礼包当中 一种三针摘的叫花机已经过期了 包装上写的是2022年4月13日生产 保质期6个月 但是通过溯源码查询发现 这个产品真正的生产日期 是2021年的8月31日 这位居民表示 小区内有邻居吃过这个叫花机后 出现了胃痛腹泻等等情况 另一位张江镇的居民反映 好多人收到了三针摘牌的三针降压 但是吃过之后也是腹泻 居委会通知不要食用了 虹口区也有居民表示 居委会早前发放了一批物资 包括一支由渠州市 旅百味公司生产的降降压 保质期是6个月 包装上新加贴的二维码 显示生产日期是今年4月 而原有的二维码则显示 是去年8月 有居民表示 在加热降压的时候 闻到了一股臭味 此外还有很多上海市民 在网上抱怨 他们收到了发霉的午餐肉 发霉的大米和劣质猪肉等等 与我们经常联系的上海网友 发给我一首MV 希望我展示给大家看看 但是因为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所以我只能播放一部分 如果大家想看完整版 可以到沐阳的部落格去观看 这首歌是用上海话唱的 但网友整理出了其中的歌词 并且还向我做了一些解释 我用普通话翻译给大家听 大概意思是说 我不是嘴巴刁 也不是没钞票 白送的物资也没啥可挑的 就是想吃点靠谱的东西 为什么开这种玩笑 母猪腹部乳房的肉 发霉的酱压 山寨的大米和油 这是给什么人吃的 是给鬼吃的吗 这么不要脸的事 这么缺德的事 是谁做的 恶贯满盈缺德带冒烟的脑子 是不是坏了 防疫物资的钞票 也敢贪 是谁在做这种缺德事呢 是谁在贪防疫物资的钞票呢 已经无需多言了 一位在上海生活的 德国机械公司经理 诺一曼 对时代代线表示 原来以为这样的事 发生在乡下 不会发生在西化的上海 当然食品出了问题 这个责任呢 上海当局是绝不会承担的 他们会把这个锅给甩出去 这是中共官场的一贯做法 只要出了问题 那都是别人的责任 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前两天网络流传视频 上海把大量的新鲜蔬菜 扔进了垃圾桶 非常可惜 对这件事呢 我们也进行了曝光 在事实面前呢 上海还是辟谣 把锅甩给了捐赠蔬菜的省份 18号呢 上海凤贤区南桥镇政府 在微博表示 收到了80份辽宁省捐赠的物资 但是 由于经过长时间的运输颠簸 部分蔬菜已腐烂 所以将发芽的马铃薯 摔碎的番茄 腐烂的黄瓜和椰菜等 调检出来处理 并将剩下的蔬菜发给了困难家庭 但是上海这个锅呀 没甩好 被辽宁又给甩了回来 19号 辽宁省委网信办 通过官媒 辽审晚报和微博平台 又是发文 又是晒照片 又是公布视频 全面回击上海的甩锅 辽宁方面表示 他们对蔬菜是精挑细选 确保每一份菜都是精品 2300吨的生活物资 装入到最顶级配置的冷藏集装箱 每隔4到6小时 就开箱检查一次 确认蔬菜安全 通过海陆连运的方式 3200公里之遥 只用了34个小时就抵达了 有网友表示 辽宁省的副书记 是上海过去的 这次真的是不遗余力的 在支援上海 只不过辽宁为了邀功 对全城进行了录像拍照 还没来得及制成宣传片 就到到了上海的甩锅 不是我喜欢看狗咬狗 但是这波上海甩锅 被辽宁打脸的戏码 还真的是挺精彩的 我呢是希望上海别再折腾了 因为遭殃的永远是老百姓 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但是在魔鬼的统治下 很难说他还有没有更猛烈的折腾 上海的百姓们 中国的同胞们 你们受够了吧 最后呢 跟大家分享 话语撰写的一首长诗 《清灵记》 灌出武汉世界经 读缘至今说不清 蝙蝠有幸背锅客 美国无辜参赛兵 可怜华夏文革后 草民再次遭虐灵 特色抗疫特蛮横 政治专制 政治风 专家鬼话造鬼城 防疫等同集中营 疫苗研发大跃进 敛财有方权贵精 全民接种成促销 疫苗保护做笑柄 核酸密接传播链 偏要密接策不停 防疫专家谈防疫 背后不过利益精 白鼠云集十四亿 韭菜可怜 韭菜命 管制强制加专制 硬拼死守望清零 网格管理够彻底 驱车路过也带兴 九族株连九族内 数据株连无尽穷 封户封楼封小区 管天管地管阴晴 绿马黄马兼红马 马到百姓难出行 防控管控加封控 控得哀民一难平 隔离小区成监狱 方舱医院坐牢营 武汉潜赴西安纪 天津沦陷吉林峰 可怜罪是大上海 魔都鬼欲魔都城 樱花无语片片泪 黄鹤楼前鹤悲鸣 黄埔浪哀滔淘水 东方明珠恨生生 倒闭朝涌断公凶 难民激增夜凋零 繁华不再成过往 马路宽阔皆冷清 门贴封条足备尽 不想躺平也躺平 断米断菜又断炊 忍饥忍恶忍贫穷 爹娘为子求感染 旧衣无门冤魂生 挨日挨夜挨分秒 苦日苦夜苦亲情 民不聊生皆贪死 贪死有可脱苦生 奈河桥上回回首 来世宁愿做鸟生 鸟生有有自由乐 人生何以尽囚笼 天怒有可求天树 人愿如何解怨生 怨生载道怨生哀 不愿新冠愿乱政 乱政乱民乱天下 乱政害民苦民生 民苦民恨民怨疼 誓问乱政何日停 现在的中国人 把传统的历法叫做农历或阴历 把正月初一称为春节 一个名词的改变看似无关紧要 但是几千年历史的传承 却会因此被斩断 其他的传统节制很多 也被中共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是党节 以党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 这种对人们的影响 是相当深远的 欢迎大家到游乐客会员区 了解更多 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是 HTTP 贸号双斜线 慕阳社.com 还有一个是 HTTP 贸号双斜线 yulucky.biz 然后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也希望您在视频下方 给我们留言 与我们进行互动 当然更希望您帮我们 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有缘人 更多需要了解真相的人 能够接触到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再会